比特幣會反彈到哪裡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的盤面好了 那其實在當前的盤面上 很多人會認為 我們在當前走的形態 它走的是一個下降楔形 真的是這樣嗎 好 我們把我們當前走的K線 我們把邊界給描繪出來 那其實 如果我們把邊界給描繪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描出大概是這樣的形態 好 那什麼是下降楔形 很多人認為說 我們現在出現了下降楔形 然後看漲 但其實一個 一個符合教科書說的下降楔形 它應該要漲成是這個樣子的 也就是 我們的 震盪的幅度 下跌的幅度 它越來越小 然後 雖然說每次都創新低 但是創新低的幅度越來越小 然後隨後呢 我們就引來了反轉 也就是 從我們的上緣突破過後 我們就會開啟一波上漲 那我們當前走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認為不是 我們當前走的是通道 而不是一個下降楔形 下降楔形它確實沒錯 它確實是一個比較看漲 它有Bullish Bias的形態 確實沒錯 但我們當前出現的形態呢 其實是一個下降通道 它並不是楔形 那通道的話呢 就比較中型了 就是它並沒有多空的傾向 但是下降楔形呢 它確實就是比較傾向於 接下來會走多頭 那你可以看 其實這種下降楔形 它一開始的時候 下降的這個幅度很大 下跌的幅度很大 後來呢 隨後就越來越小了 減小了 那這個通道呢 跟楔形不一樣在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都在下跌上漲 都以差不多的這種程度進行 而不是越來越小的 所以它們兩者之間 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其實如果說以當前的形態呢 看我們是走下降楔形的情況的話呢 如果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種地方上漲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隨後就走了一個下降楔形 然後突破 那我認為非常合理 但我們當前的盤面呢 我們走的情況是 我們上漲過後呢 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震盪 然後走了通道 你可以看喔 如果說我們是上漲過後 然後走下降楔形 然後準備要突破 那麼我們中間這個整理的區間呢 相較於我們之前走的上漲 還有隨後的上漲呢 它一定是比較小的 它一定時間累積的量等等的 會比之前的上漲要來得更小 不過你可以看到 我們當前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當前的情況呢是 我們上漲過後 上漲就那麼一點點 就那麼一段時間而已 那麼一小段時間 而我們在什麼地方 耗費了很多時間呢 我們走的是震盪 震盪 震盪過後呢 然後震盪下跌 所以其實以我們當前的震盪的時間 還有橫盤的這個長度呢 累積的量呢 我們是絕對有機會 針對我們之前的這波上漲 逆轉的 絕對有機會逆轉的 由於我們累積了很多的時間量 你可以看我們到現在 已經累積了大概1.2個M的BTC的成交量了 90天左右了 很長了 90天啊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當前呢 雖然說我不認為當前是對於多頭有利的 當前絕對是屬於空頭 空頭趨勢 對於空頭比較有利 但是呢 我們空頭啊 一直沒有一個比較好的 很順暢的下跌 其實就做交易來說 一個很明確的 很順暢的下跌或上漲的 才是我們應該要掌握的趨勢 才是我們做交易 很有機會賺一次賺很多錢的這種 呃 時機啊 就是在有趨勢的時候 很順暢的上漲 很順暢的下跌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很順暢的下跌呢 其實我們在過去走的是震盪下跌 並不是很順暢 很明確的 很爽快的下跌 那其實 我們如果看到當前的盤面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雖然說盤面走空 沒錯 在這個地方 日線上已經走空了 但是呢 我們並沒有看到 日線上有很明確的這個 空頭亮能的展現 我們並沒有看到像這種 很明確的空頭亮能 一大根 然後把前面的亮能都給破壞掉 沒有 目前呢 空頭的亮能都還比較溫和 所以我會認為啊 如果說我們接下來 真的要開產那種 很順暢的空頭的話 其實 亮能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 呃 不一定要有這種碾壓性的 但是呢 空頭的亮能要比多頭要更強勁 我們至少得看到這個情況 那再來 我們才可以期望說 欸 空頭出現了 壓倒性的亮能 不過現在是還沒有 那我認為 如果說 我們哪天出現了我們上述 所說的情況呢 那 我們比特幣就會迎來比較順暢的下跌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過去啊 你可以看喔 我們當時這裡跌破趨勢線的時候 他有很順暢的下跌嘛 沒問題 不過他當時爆出來的這個亮能呢 非同小可 非等閒之輩 那我們在過去呢 其實幾次 像比如說像這種地方啊 這種地方 我們走了楔形嘛 走了楔形過後呢 然後我們下跌 他也是出現了這種 非常碾壓性的亮能 那我們才有很好的下跌 很順暢很好的下跌 那這個趨勢線有沒有可能失效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走的這個趨勢線 有沒有可能失效呢 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 失效是什麼情況 比如說 我們在當時這個地方 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看回條 我認為非常正常 就是我們在走到末尾的時候 比如說在這種地方 看回條非常正常 不過呢 像這種情況 他的 趨勢線就失效了 因為他是磨過去了 磨過去 他下跌的時候呢 刺穿了 但是並沒有 立刻往下暴跌 沒有 他還是維持比較平穩的亮能 然後隨後我們再创一個星高 過後才開始暴跌 所以 其實趨勢線他也是有失效的可能性的 那我們目前呢 我們就來應該要很注意的看一下 我們當前的趨勢線 他最後會怎麼做選擇 這個才是我們當前 需要注意最重要的點 好 那我們四小時其實也看過蠻多次的 我們不如直接來看一小時吧 其實一小時呢 可以說的地方 就是這兩點 他最近呢 其實我們最近的行情 你可以發現喔 暴跌 然後呢 又拉長 然後拉長的過程 又回踩過後 然後再拉長 然後剛剛又插了一根很長的下影線 然後又 回到原本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洗盤很多的一個盤面了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這裡有支撐 支撐 那我們當前就變成主力了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呢 他會停在這邊一點都不奇怪 那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呢 也形成了一條趨勢線 一條下降趨勢線 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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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有針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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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我們接下來 欸 他突破了我們這個趨勢線的話 那麼 我們的盤面啊 就真 要在等待他暴跌 就真的還要再等一陣子 就還要再等他震盪 還要再等他修復 所以 我認為我們這條趨勢線呢 是 如果接下來要 很快的走空頭的話 不可以被突破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非常歡迎各位可以 點擊下方的BuyBit鏈結 如果你想要一個免費的仓位的話呢 你只要KYC 入境100美金 就可以立即 領取1000美金價值的BitB合約倉位 1000美金價值的BitB合約倉位 這非常非常優惠 也就是 你只要選擇的方向對 你可以選擇做多或做空 你只要有完成KYC入境100美金 那麼 只要往你選擇的方向波動10% 你就是賺100美金 免費了 沒有任何成本 那如果你虧了或爆倉了呢 也沒關係 因為這本來就是贈送的倉位 好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幫我點讚 訂閱 拜拜 按讚 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按讚 印象